硝烟晋级斗王之后再回黑角域 竟然直接策反了三位韩风身边的斗皇强者 他们究竟是谁呢 没错 在硝烟吞噬陨落新年出关之后 便得知了黑角域成立黑盟的消息 当初韩风带着数位斗皇强者抢夺一伙 这些斗皇强者在黑角域都有自己的势力 如果苏千找上门来 根本抵挡不住 于是在韩风的组织下 众人联合起来成立了黑盟 硝烟顿时怒火中烧 此时的硝烟已经拥有接近斗皇的实力 再加上自己的老婆是斗宗强者 硝烟直接在黑角域横着走了 硝烟带领家南学院众人 决心为他们讨回公道 此时的韩风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硝烟第一个找的就是韩风 凭借两种一火与天火三玄变的加持 硝烟斗气完全不输斗皇韩风 再加上硝烟独门绝招佛怒火莲 直接把韩风炸成残废 在韩风奄奄一息的时候 美度杀脚踏虚空而来 一脚便踢死了韩风 韩风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被斗宗美女踢死 从此黑角域再无黑盟 硝烟借着美度杀的名义 创立了自己的门派 硝烟为了壮大自己的硝烟 硝烟还开出了丰厚的报酬 力邀广大黑角域强者 加入自己的门派 天鹰宗鹰古老人 罗刹门苏妹 狂尸邦铁乌 率先投靠硝烟门下 愿为硝烟俯首称臣 就这样三位斗王和六位斗王 以及百余名手下 全部都归纳硝烟门 帮助硝烟三上云南宗 云山看到这阵仗 怕不是要被吓死 当然了 硝烟为他们三个门派 开出的报酬 也是相当丰厚 硝烟不仅与他们 共享硝烟门利润 而且还答应给三位门主 一人一枚六品丹药黄吉丹 可谓是诚意满满 跟着硝烟混 以后都有大好前途 好了 喜欢豆婆苍穹的朋友们 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